业宇俊弹吉他 你怎么弹我就不多说啦 但是有些和弦的柴谱我觉得和原曲有些出路 所以今天要来和你分析之中和弦设计的巧思哦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首歌的吉他调音是全弦降半音 我思考的出发点还是以吉他本位为想法 所以以下的和弦命名及音名 都是要在降半音才会是标准的绝对音高哦 首先前奏以及缩时F6和弦 我觉得用Fmaj7A13会更适合 这两者的差异在于有没有E这个音 其实你注意听音乐 在第一个音其实就有高音E2 它相对于F是大七度音 所以这个和弦一定是maj7系列的 这边的13度音也就是大六度音的意思 前奏的第二个音是D 也就是形成F的13度声响 所以我写作Fmaj7A13 再来C89的大九度音 是一个修饰和弦很常使用的手法 也欢迎参考之前的69和弦教学 连接我会放在下面详细介绍的地方哦 再来和弦我会写作Bb69 这个地方你可以想作它是借用F或Bb或Eb调的和弦 因为没有关键的七度音 所以无从判断是借用哪个调性 这个和弦旋律搭配和C调都刚好共有的 so far so 让弦旋是调性内的音 而和弦又有outside感 是个让和弦进行跳脱调性内的设计哦 最后两小节的5级属7挂sus4再回到稳定的闪度 是在5级和弦进行常用的修饰手法 可以增加华力感 好的,接着进入主歌啰 主歌基本上就是C,E-7,F,G这四个和弦而已 但是这几段现场弹的时候注意听 每次都有点小变化 这种情况在乐器伴奏上是很常见的 原则上只要和弦不会和其他声音打架 乐手以个人风格 使用延伸音来修饰和弦本来就是合理的 所以C和弦我听到的是有替换成C at 9 或是Cmaj7 所以同样的道理 只要是以下这首歌遇到C和弦时 你都可以用Cmaj7、C at 9等一级属性的和弦替代 这些是广众哥哥在这首歌比较常使用的自己的voicing E-7大多都没有什么变动 而F也可以加上大七度音形成Fmaj7 或是加上大九度音形成F at 9 G可以用F on G替代或是Gsus4得到C度的声音 以上这些夸号内的和弦你都可以随机并随时替换哦 会发现其实都和旋律搭的起来 动机就是使用顺接和弦以及延伸音的想法来修饰 动电脑筋就可以让你的弹奏更灵活哦 主歌这段会弹7次也就是14小节 最后结束在一级C和弦 但是随后出现了违反一级顺接7和弦概念的C9 其实简单的说它就是C7附属7和弦结构 C7和C9之间差异在于有没有弹奏出D这个大九度音 我是听到在歌曲中几乎都会有四弦的空弦音低 所以我认为命名为C9比较正确 我不用C7sus2命名的原因是 我认为C的大三度音在这边出现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乐手一起合奏的话 弹出大三度音是不会破坏这个和弦的声响的 使用了非瞬接的C9其实是要以附属7和弦的功能导入一级 而一级指的就是以C为5级的一级 噠噠噠 所以进入副歌的第一个和弦就是Fmaj7 这样C9也就合理了喔 前两小节网路上的谱大多写成一样的和弦 可是如果你注意广众哥哥的现场弹奏 你会发现它在第二个和弦都会替换成不同的声响 虽然说和弦的功能和集数都一样 但是为了听觉上的新鲜感 第二小节有加入大九度音来修饰 变成Fmaj7都可以 另外如果你将这两小节的Fmaj7和Fmaj7对调 会发现其实也还是会和弦率合得起来喔 1-7 Am7是瞬接三六级 这个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 再来的2-5进行的二级可以用Dm7 或是将G放在最高音的Dm7处理 另外因为吉他只有六条弦 很难将Dm11中的和弦音都按出来 所以继承Dm7 add11也是合理的 Dm7、Dm7 add11和弦 一样在这首歌常常有互换使用 5级用F on G代替G和弦可以让声响更大 也是广众哥哥在5级常使用的手法 这边是1级C和弦接着变化为C9 附属器和弦的手法和前面主歌最后一句一样 都是为了导入F 再来这边有变化啦 旋律的部分是有来有去 mi re mi la唱两次 如果一样用梁小杰的F系列和弦的话 也就和副歌第一句一样喔 所以第2个和弦使用了一样具备旋律线 mi和la的Fm7坚5 在和弦配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旋律和和弦间一定会有所关系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旋律音要符合当下和弦音的组成音 这超重要的喔 再来又是36级瞬接和弦 没什么好讲的 最后如同第2行一样是251进行 2级一样用Dm7 或Dm11 Dm7 Dm11 都可以 其实就算你要用Dm9 或Dm等 其他具备2级功能的和弦 也是会通的啊 是你个人喜好而定吧 5级使用F on G增加11度音的美感 要简化的话 当然用G和弦替代F on G当然也是可以的喔 以上是今天虚亚歌曲的和弦分析 了解和弦、音程和音阶之间的关系 可以让和弦的使用更灵活 只要不违背和弦和弦律之间的和谐 和弦的选择性其实是很开阔的 千万不要死背位置 要去了解其中的想法概念才是王道喔 请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追踪并抢先看叶宇俊吉他工作室粉丝叶 叶宇俊弹吉他我们下次见